开工啦 开工啦 新赛 我的新正 新奥提 新奥提 这是什么 现在我们要去媒体 工作人员进口的地方 然后看看我们的摄像 这是我们的后期 小哥哥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 当然了这是很远的路程 一会我们做剪辑的时候记住把它快放 快放成两秒 用了长途跋涉 我们终于才到了虽然这段跋涉的路程 只有两分钟 好了可以了 太过于做作了这么多人在看着我的路程 我做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刚才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就加速跑 然后可能人家安保就觉得我要闯空门 然后我就给他展示了我的证件 他跟我说走速 挺骄傲 好了终于到了 就是这儿新闻媒体 好了现在我进到了奥提的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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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哥 刘颖辉辉大哥 相信我们看女唱的朋友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 他起来 哈哈哈哈 调皮 然后这是 这是一个走廊 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这个 美女白人的地方 去年 去年那集团 很近 但是今年改到那个 是吗 是吗 你搞的 你没来回去了 你没来回去了 我们现在进去 进里面我是安静 这是谁啊 这好黑啊 看这个是这样 好了我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媒体记者安全口了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奥提里面了 咱们往里面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啊 嗯 从这边开始吧 这 这啊 跟一样的 还是大屏底下是客队啊 是客队 然后一般的我们第一场都会站到这个 这个 这一侧 看着我们进球 然后下一场我们再调到北看台那边 然后北看台 北看台 北看台就是在那边 对 这就是北看台 我觉得主要还是给大家看一看 咱们这个奥提里面的设施 布置的是非常具有永昌的风格 然后我们永昌live的那个官微 大家要关注啊 微信 at 永昌live 所以你非常冷 但你重演坐在这我就不定我怎么先撤一步 走吧 其实跟育童的格局是一样的啊 但是感觉各方面来说设施都是很新的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球员走的那个通道啊 其实我感觉布置的也比育童好看 他那个布布的 对吧 也是非常好看的啊 好 所以我觉得主要好看的地方还是卡在里头 咱们去里头转一转 咱们不带这个球场转 反正你们也下不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儿 对对对对 现在我们是在主席台看台上 我们看一看主席台看台 我们换了一个设备 所以我的脸突然变大 哈哈哈 主席台看台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冷静 然后坐如泰山 因为他们花了最贵的钱 然后买了最好的位置 一定要安安静静的看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球迷看台啊 走 看看这个看台的球迷朋友们也是非常的冷静 他们大部分穿的都不是球衣 应该就是撒出了 这种秀为不提倡的啊 哈哈哈哈 抽烟尽职 我现在在111到113啊 这个说通俗点就是我们的北看台 它接下来的每个台组织是 蓝色旁肠 替之魂 还有这个勇之夜 然后看一下这边 这边就是每款台 你打打的是话呢 男人的小猪 小猪 对 这球是球场里最大的 祝年快乐 然后呢 现在呢我们要进行到一个还价 就是我们去年一直在做的球迷采访环节 正好呢现在在我的身边都是球迷 我的身边突然没有人 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走再寻觅一下 小朋友们好 今天才帮你一下吗 好吗 好吗 你告诉姐姐你几岁了 六岁 你第几次来踏永川的 第二次 第二次啊 那你觉得永川这个球队怎么样的 挺好的 你最喜欢鞋呀 8小小 那你觉得咱们这样能踢个 GP级呢 3比1 加油 好 谢谢 拜拜 这个非常的可爱 是 第一个很重工艺 大哥你好 能采访一下吗 有伤烂物的 我是 我是全是打加油的 今天第一次 找就是加油 对 大家也说两句 你打过几次两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打加油 对 那你对这个加油球有什么了解 跟朋友来了 跟朋友来了 你愿意错一下这一句 我觉得满有四吧 我觉得满有四不上 满有四不上 所以我说我是打加油的吗 好吧好吧好吧 请您到位置上继续 好了好了 谢谢啊 谢谢 拜拜 我们继续寻觅一下 加油 我们采访一下吧 撤我的 撤我的 撤我的加油 说什么呢 随便说两句 我希望这三集 永昌能够冲穿 我们球迷也非常希望 永昌能够回到我们一五年 包括一四年的那种 球迷跟球员一在一起 重新协力的那种状态 所以也祝福这个赛季 永昌加油 我们球迷也会尽量的 多过来支持他 好吧 好的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看这都不用我问 这假的 我第一个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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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那个新赛季来了 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游翔说 祝他闯闯的梦吧 那再多说两句吧 多说两句 就是今年买了这么多好的球员啊什么的 是我们 谢谢 拜拜 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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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 neoliberal 先走 老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